各位早晨 歡迎沙堤星期三 早上的天氣報告 我是沈泉泰 今早天氣還是挺冷的 看回各區的低溫市區來說 大概在11度左右 不留意不少地方就要再低1、2度 提醒出門口的時候也要注意保暖 看回大範圍的衛星雲圖 就可以見到 覆蓋華南沿岸地區的雲層 現在正在轉駁 我們預料日間天色都不錯 天氣會乾燥 接下來就是過年 大家也會留意天氣的變化 我們預測隨即和年初一 氣溫就會稍為回升 不過留意到年初二和年初三 氣溫就會再度下降 到時大家就要留意天氣的轉變 接著可以看看今天的天氣預測 我們的預測是大致天晴和乾燥 早上天氣寒冷 而日間的最高氣溫大概是17度 風火方面就會吹和換至清淨的北至多風 初時離岸偶中就是吹強風 提醒大家的寒冷天氣警告和紅色火災危險警告 現在仍然生效更加 大家要小心防火 好 指望方面 我們預測接下來的兩天會大致天晴 不過留意到隨即和年初一的雲量會增多 氣溫稍為回升 而到年初二和年初三氣溫就會再次下降 今早的天氣報告就說到這裏 下次見 我們下個採訪 우리ολа 我們下班 再加上 我們下班 全部交往 分個